哈嘞哈嘞,大家好,欢迎来到枫叶厨艺 今天我们做一个花开富贵 先准备的是蘑菇 现在把它分摊在盘子里头 您可以把它撕一撕 然后山药,我已经去皮了 切成斜片,一厘米厚的片就可以 好,现在均匀地摆在边上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还记得吧 我这个黑毛猪肉前几天打开的包 今天我们要用几个 切成斜片 现在把它码在山药上面 日本滑嫩豆腐剪开 好,然后把它切成小片 看我们这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的食材 OK 朋友们,我们现在上锅蒸 不用弄太多水 它放在蒸体里 一直用大火,大火烧开了以后 就十分钟就可以了 好,现在盖上盖 上火蒸 现在我们做汁 一个毒头蒜 一个小辣椒 把它切碎 如果我们这个汁直接入口 我们要换板换刀 不要用切过生肉的 因为很多细菌病毒 我们都是看不到的 我相信朋友们也都知道 我只是在这啰嗦几句 OK 小米椒一样切碎 有一点点 这个是绿海带 我非常喜欢这个 在亚超可以买到 现在给朋友调一个世界上最简单的料 就是说料很少 生抽 我们可以放两勺吧 蚝油 蚝油一个是取它的甜度 一个是取它的鲜度 好 一点点白胡椒粉 香油放一大勺 没有任何油 只是香肠的油 完成 好了朋友们 现在我把它拿出来了 这个绿色海带 我们就把它量着放上去 因为我们现在马上可以上桌 我们撒点芝麻 芝麻是炒熟的 料可以把它放进去 我相信您已经闻到它的香味了 好了朋友们 花开富贵就做好了 如果您喜欢 请您为我点赞 关注 转发 我是枫叶 谢谢大家的收看支持 祝朋友们 新年快乐 和家团圆 平安吉祥 下个视频再见 Goodnaptiste 拜拜